欢迎回到新闻大追集的节目现场 每到了年底上班族最关心就是可以领到多少年终奖金 这各大企业年终奖金的数字也陆续出炉了 来看一下在去年大家最羡慕的这个餐饮业 今年感觉这个光环有一些退烧 今年目前为止看起来这银行业的表现相当不错 来看到现在公布最高的是兆丰营 可以领到7.7个月 第一营也有5个月 我们看到合库也有4.6个月 很多商班族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 一定是非常羡慕的 高超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除了这一些行业之外 你预估今年哪一些产业也是傲视群雄呢 你刚才讲金融业院两岸MOU又在换算 或者说两岸的银行互相的参股 这个部分当然是利多了 但是你看台电那就不用讲 台电跟中油那基本是例外的 大概3.5到4个月 台硕基本上如果是2.99个月 大概3个月 因为今年的硕化的问题 还是不是很景气 但唯一今年比较可能后期之秀 大概是属于iPhone的 这样的Apple的概念股 所以他们的年终奖金会提高 不过整体来讲 平均所有大概全部 大概1000多家上市公司平均起来 大概是1.5个月年终奖金平均起来 可是当然我们这讲的从这个谈喜鹊 也要谈乌鸦 失支薪水最新公布足迹出事 退回到15年前 我们失业率是4.33 大薪水是越火越回去 而且现在最大一个问题是停滞通膨 还有一个最大问题 你刚才所有的年终奖金都要扣什么 2%的补充保费 因为健保局快到了 就是说你领的这些钱 还是要扣一点 健保 不回去给这个政府 年终奖金跟健保会什么关系 他给你做联动 你看看欺负人 真的 而且我刚刚看到这薪水真的越来越少 比如说现在有个22K 22K这个小朋友 我们看到他领的年终会更少 玄学来看一下你是演艺人员 可能也没有这种固定的年终奖金 当然看到这些7.7个月 不要说我看了也是相当的羡慕 那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领不到这么多的年终奖金 你自己个人 怎么样来储存自己的退休基金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固定薪水的 像演艺人员的话 我是转投资 例如说本业的存的钱 我可能就是想要做房地产 那我觉得房地产在现在可能 财也去给 追购也去给 那这样子钢筋水泥也在涨价 房子一定最后也会涨价 那房子除非它是地震 天灾人祸 或是火烧掉 不然的话它非常有保值的空间 所以像我会希望我是做 即使要扣我2%我还是坚持要做房地产 我要当包租婆 那像我在选这个房地产的投资的话 我比较紧向在这个大专院校附近 像我学校附近 对那千万不要在国小或国中 因为他们还没有自己住 不用去找房子来住 对然后所以我会 像我有一间房子是在淡江大学 哇淡江大学是人非常多 不怕住不住出去 所以我刚好我的房子又是在三角窗 那套房有一种 有一种比较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能说里面有一些 是晒不到阳光的 然后但是我挑的三角窗的话呢 它是属于每个 我里面那一间公寓里面有六个套房 然后六个套房只有其中一个是对内窗 其他都看得到阳光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时候房地产是碰运气 那挑到这一间的话 比如说我买这间房子是一千万好了 那可能我贷款的部分 就让这些房客帮我付 那我也摆着我就不要动 就把它当成是机油股 然后摆到十年二十年后 可能我的贷款的部分 租客都帮我付清了 然后到时候我要退休的时候 我就把这间房子给转卖掉 那当时我如果是买一千万 肯定二十年后也不止一千了 那我除了可以赚这个差价之外呢 我连那个银行贷款我也都赚到了 因为你就当包租服啊 比如说是你的房客来帮你缴这一个贷款的部分 但是除了房地产之外 股票你好像也会掌握这个股市脉动 对不对 股票目前我已经那个已经没有信心了 也有赔钱的经验就对了 那个股票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是初学者 但是我都是看这个台式的财经台 谢谢 谢谢今天两位来宾都一直帮我们打广告 因为其实讲真的啦 台式的财经台 就是因为分析师还有这个主持人 他们讲的讲的话 像我是初学者 我觉得比较浅显易懂一点 像对于我这种入门的来讲哇好轻松 不然我每次打开其他的看到那个报纸 哇我会想睡觉 但是我从那边我就开始想要入门啊 开始慢慢学的这些妈妈们啊 还是姐姐们 就可以台式财经台 可以参考一下 但是我觉得我比较 很想要问高超哥 或者我们的金算师 就是基金的部分 因为我有投保过一张是 属于那个投资型保单 它就是基金里面 然后有保险的 但是我算到最后 我觉得我都没有再赚钱啊 反而就是 因为我也很好命 命很大 我也没有发生意外 这个前一阵子很夯的投资型保单 那是有需要来买这样的保单吗 其实我们这个概念 保险是理财 股票是投资 所以把保险跟这个股票 基本上做不同的分割看法 那现在已经有一种 人做会 我叫做投资型保单 对啊 我就保这种 但投资型保单 你要看它里面的条款 第一个 它有可能是说投资比例多少 第二个 它投资的如果有负数 那它会写清楚 会可能要看那个 投资型保单的风险 比较大一点啊 那还有一种 就是说你可能会不是很了解 哇 整个人要买债券 你可以叫基金把你 经理的购买债券 债券就是固定收益 比如说好像老黑了 那个感觉 我比较走保守的部分 那如果投资的股票部分 当然是有高有低 这部分我们可能要 现在要了解一下 是 那看到这个 投资型保单 其实大家在购买之前 还是要审慎来评估一下 不过像刚刚薰轩他讲 他说投资房地产的部分 不过现在很多 这个年轻商班族说 我自己赚的钱 我可能一个月好像两万二 我自己吃这个用都不够了 我哪有多余的钱 还去投资个房地产 但是有一句话 就是说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这个年轻上班族 要如何及早启动 你的退休计划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呢 우리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